那这个我简单的跳过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那个陈时中不是每天两点半在 电视上广播数字吗 今天又多少人感染对不对 那一开始我们看到数字觉得还 蛮多的有点 可是一个礼拜之后就麻痹了对不对 麻痹了之后你就觉得他只是在报一个数字 但是我们身为老师 我们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是很可怕 一天死掉那么多人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用印度的数字 来预估一下台湾的数字 我就发现一件事 如果用那个比例来算 台湾2300人呢 感染的人口会到52万人 死亡的人口会到1万多人 当你拿到这个数字 你就觉得很可怕对不对 那可是1万多 这个数字对你来讲 还是一个数字没有什么感觉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把它图像化或者具象化一点 我把它变成尸体 一个人倒下来叠在一起是厚度是20公分的话 1万个人叠起来是什么感觉 各位 2220公尺高的尸体堆 这样有没有有一点感觉 有感觉了吗 你会看到那个图像对不对 然后呢 那如果你对2220公尺没有感觉 没有关系 我们把它换串成楼房的高度 740层楼高 那740层楼高 大家可能也没看过 不知道有多远多长啊 那所以呢 如果101各位都看过嘛 那它可以堆7座101大楼 那所以当你从那个原来的这个数字 1万1没什么感觉 后来变成1座101大楼 你有没有觉得突然变得很具体很恐怖 各位从这个过程中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当我们要教学生的时候 如果你就单纯给他资料给他数字 他会没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图像 他就会有很有感觉 很容易了解的 那这跟那个人的大脑的机制是有关系的 所以图像是远比文字资料容易理解 好再来 那如果他还是没有感觉呢 那都死白了不是死我对吧 那你就跟他说 这7座101的尸体大楼 都叠在一起 里面如果就有人叠的那个脸会朝你这边 你看有的是你同学 有的是你的家人 这时候会不会更有感觉 因为平均起来 几个人里面就会死一个 可能50个人里面就死一个 那你们学校就至少50个人了 所以里面一定会有给你认识的对不对 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算 这样就可以跟他扯到关系 所以当你要学的那一件事情 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时候 我不会想学 即使你把他弄得再容易理解 但是今天如果这个东西跟我有关系 跟我切身相关 每50个人里面死一个 那我们学校春日国小 可能就会有一个我认识的在里面死掉 这就会拉近跟我的关系 所以在教学上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把一些教学的原始材料 必须要做一些转化 那做一些图像化的转化 那这一个动作呢 Canva 超厉害 超级厉害的喔 所以待会我们就要练习着 怎么把你上课所想要学的一些重点概念 把它做图像化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Canva 最核心有用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从具体的图像要变成跟你有关系 这个就要考验各位说故事的能力 跟安排整理 规划你的教学的能力 那这不是在我们今天的范围 那所以但是当你会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一般老师直接升级 变成南洋街的那种很厉害的超级老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待会会有操作到这个部分 那另外呢 另外一件事喔 在哪我就能吃完